为什么都是三层? 鬼族鬼样区或重庆发展差距那么大 甚至很多人只听过重庆却没听过鬼样 鬼样和重庆都是种贵西南部的重要城市 具有丰富的自然或人文静观 鬼样、鬼族生活 被誉为种贵比数之多 拥有转观的荒谷所、瀑布或美丽的勤演孤正 重庆,这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地形独特,以三层组成 有可可以欣赏到壮丽的长江山下风光 听为火锅美食,感受独特的三层美丽 两座城市都值得一有 两座城市之所以发展有所察觉 我觉得地理位置上 重庆地出长江上游 具有水路交通游市 而鬼样位于雷路地区 小偷相对不贬 其次 餐业结构上 重庆以执照业、服务业为主导 而鬼样的餐业结构偏重于职业性餐业 此外 重庆有较丰富的教育资源 生态粗备重组 整副整体也是重要因素 重庆整副对城市发展的投入较大 吸引了许多企业投资 因此 综合这些原因 鬼样的发展相对于从勤匠狡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词